嗨 大家好 我正在超金 最近我听了一个故事 很有趣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师傅最近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有七个兄弟 他们想要去朝圣 去朝山 然后呢 就要 一步一脚印的走过去这样子 非常的虔诚 是很遥远 蛮难走的 她的母亲就有点担心 母亲就交代大家 就是你们七个兄弟 要好好的 互相关照 不要走失了 每天都要点名 都要数是不是七个人 然后呢 她们就开始出发 然后走着走着呢 到了 晚上 其中一个人呢 就开始点名了 然后她就算 123456 嗯 六个 她就赶快去 赶快跟其他兄弟说 完了完了 我们少一个 我怎么算都是六个 然后呢 其他的兄弟也开始算 123456 六个 到底为什么会少一个呢 我们中途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啊 他怎么会少一个 他们就非常的紧张 一定就要赶快 顾好彼此 一定要更小心更严谨 一定双眼都要看得很仔细 不要再少一个了 也不太敢睡觉 然后就这样子开始走 还是继续的去往他们的目标走去 要去潮山 然后呢每天都很仔细的盯着每个人 然后就这样子跟逃 我们终于到了那个潮山目的地 然后他们也遇到一个高人 就觉得 这位高人一定什么都知道 他们一定能解答我们的迷惑 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请示那个高人 我们有七个兄弟 然后我们一起出来朝圣 一起出来潮山 可是我们一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 灾害也没有遇到那个 强匪盗贼也什么都没遇到 但是我们就是少一个人耶 我们七个怎么变六个呢 那一个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请高人给我们一个解答 给我们指点明灯 那个人怎么会失踪了 然后那个高人呢 他看着看 然后就很平静的 然后就请他的侍者 给他们 呃 就是喝茶 倒杯 倒杯茶 在他们的桌子上 每个人都有茶杯 然后就倒茶 请他们喝 那高人就说 呃 你们现在算一下 他现在有几 桌子上有几个茶杯 然后他们就想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 哇 高人果然是高人啊 居然把我们第七个人找回来了 所以这个故事真的觉得 听起来非常有趣 我听的时候呢 我听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 真的有这么 这么笨的人吗 这个故事听完之后呢 我其实越听越有感触 因为其实那个笨的人啊 有这么笨的人呢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啊 这就是故事就是跟我们说 其实我们都是在看别人 可是我们看不到自己耶 我们的心 我们的眼睛 每天就是看别人 看外面 然后看外面 看别人是怎么样 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啊 他做什么 让我 让大家不高兴 让我不高兴啊 然后这样一直看别人 那其实我们看不到自己 到底 到底做了什么 然后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心 有多么的烦恼 看不到我们的心 他是多么的混乱 然后 安定不下来 然后不知道 到底想要什么 不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对自己的那个 做的 所做的一些 荒唐事 做的一些错事 然后也 也都没看见 有可能是装作没看见 也有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事 所以我们就是像那些 像那个七兄弟这样子比较笨 所以呢 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不要去笑别人 因为我们也看不到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修学 要学习 要静下心来 然后去修行 然后去学习 自己 然后要 看着自己的心 其实我们修行 不是去当别人的警察 就是当自己的警察 看自己的心 看自己的起心动念 到底在想什么 然后我们的念头 到底哪里 错了 然后 到底这样对不对 然后 看着自己 的念头 动来动去 动来动去 为什么他就是 静不下来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行 彼此勉励一起加油 动来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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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来动去